哈喽,我是Bingo,欢迎收听Bingo新闻乱报BNN 每一则胡闹的新闻快报之后,会教一个英文字 让你跟上话题,学习英文,让台湾成为世界之导 很多人问我新年新希望,说真的,觉得开心就好 不过呢,我年底前有收到一个令我很爽的私讯 那他说,回去读新闻之后,好闹,真的很SparkJoy精神 好像夜夜秀 哇,谢谢 那2024年,如果一定要立个目标,就立志成为英文教学界的夜夜秀吧 除了周一跟周五,固定更新之外呢,我们也会work smart 多更新,让你随时随地听Bingo学英文 Now, let's get started 今年元旦的时候,总统蔡英文进行最后一次元旦演说 其中有一句我非常喜欢 她说,台湾摆脱了先走向中国,再走向世界的宿命 现在的台湾可以直接走向世界 哇,蔡总统这么说,真的是讲到了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 记得好几年以前,我曾经在Reddit论坛上面看到有一个外国人 他一直以为别人在说的Taiwan是指Tailand,泰国 那我看了觉得说,这样不行啊,应该要解释一下 于是我就留言说,泰国在中国南边 那台湾是中国东南边的小岛 但这几年,已经不太有外国人会问Taiwan是什么了 因为台湾不断走进国际,那各大外媒报道个没完 然后,那教育了数十亿人的West Taiwan 梗图也是功不可没 让不关心政治的外国网友也在写意的微笑中 啊,认识了台湾跟West Taiwan的差别 中国的英文是West Taiwan West Taiwan 也有些人称呼它为China啦 但我们就尊重,尊重言论自由 现在只要有实力,有语言能力 台湾人就可以踏上世界舞台 当然,多少还是会有外国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 那下次再相见,要这样回答哦 台湾就是日本西南边的小岛 是啊,我宁可当皇民 也不要跟某国不可分割呀 讲到日本,在2024年第一天 日本就发生了大地震 那在我录音这一刻,已经造成了九十几人死亡 应该还有两百多人是下落不明的 数万间房屋断电断水,而且余震不断 一度发布海啸警报 那日本政府全力救灾中和时间赛跑 希望能够救出更多人 与时间赛跑的英文是 Race against time Race against time Race是赛跑的意思 Against是介系词表达对抗的立场 那跟时间比赛对抗 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意思 Race against time 好,造个句子 Rescuers are racing against time in their search for survivors 搜救人员与时间赛跑 希望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那下一次你看到Race against time 就不会翻译成与时光逆行咯 好,那是Get back to the real you 凤凰电波与时光逆行 不是我们这里学到的 Race against time 和时间赛跑救人 好了,讲正经的 希望天佑日本 让更多人获救 也让受难者能够重新 找回生活的重心与步调 讲到日本的灾难 其实几天后 日本的航空公司日航 也在机场发生碰撞意外 整台飞机几乎烧毁 但不幸中的大幸事呢 飞机上379人 所有人全部成功疏散 哇,注意看 这日本太狠了 全球航空业都惊呆了 说好好的研究 是怎么做到的呀 目前的情报指出说 空服人员的指示 是一大关键 他们很专业地强调 不要拿行李 不要拿行李 才成功救出大家 行李是baggage 来造个句子 Taking your baggage with you in an emergency may kill you 在逃难时还拖着行李 是会要命的呀 因为会大大降低 逃离的速度 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 逃难的时候命要紧 喜欢的血针跟翻魔 再买就行 幸好日行乘客高度配合 没有在那边跟行李 一一不舍 就让379人成功逃出 也再次向世界展现 日本人的超高素质 Let's take a break 外面风好像很大 你开车怎么这么稳 因为我在Podcast中常开车呀 我问你哦 如果我少了一边的耳朵 会怎么样呢 会变饭骨吧 你选猫还是狗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但我还是选 Bingo 买对的课 走对的路 单字活用术 等你来加入 Now let's get back to the show 新竹跨年晚会传出意外 有掉臂摄影机 被墙风吹落 砸伤六个人 这当然是很严重的意外 但有些媒体 实在是少见多怪 大家都知道 新竹的风就是很强啊 柯文哲不就是因为风太强 踩在新竹的农地上 铺水泥 在加码请游览车 停在上面 避免它的地被风吹走吗 这不会只有我知道吧 强烈的阵风 英文就是gust gust 用英文去解释呢是 A sudden strong rush of wind 好,来造个句子 In新竹's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A boom camera was blown off by a strong gust 新竹的跨年晚会上 有掉避摄影机被墙风吹落 gust也可以当作单位来用 例如一阵哄堂大笑的英文 就是 A gust of laughter 形容像墙风一样 猛烈的一阵笑声 例如 What are you watching? I heard gusts of laughter 你们在看什么呀 我怎么听到 一阵又一阵的笑声 哦,你们又再重看 副总统发表会了 爱拼真呀 讲到爱拼真呀 最后一场 总统候选人发表会 终于落幕 记者在结束后 访问我们的小公主 问她觉得 柯文哲的表现如何 吴欣迎立刻开 英文小教室说 Wonderful Wonderful的意思就是 很棒的 就赞耶 好,来造个例句 U was allegedly found nodding off during the wonderful presidential debate 有记者拍到 吴欣迎在这场 Wonderful的辩论会期间 疑似在台下打瞌睡 不知道 吴欣迎是梦到了 科主席 Wonderful的表现 还是有及时 被长达30秒的 咳嗽声 给吵醒呢 Wonderful 再来一个例句 Leo thinks it would be wonderful if Lai invited U to be his spokesperson Leo觉得 如果有 吴欣迎担任 赖清德的总统府发言人 感觉也蛮 Wonderful的 怎么说呢 Many people 对国家的双语政策 feel 觉得学英文 Not so easy 有人觉得 欧代译 很浪费time 但这个problem 其实很好fix 只要让 吴欣迎担任 发言人 我们天天都会有 小公主的 三语教室 每个句子里面 都会有 新单字可以学 你看现在 全台湾人 哪个人说不出 Johnny Walker 跟 所以 听欣迎学英文 I think why I subscribe Wonderful 你说 对不对啊 简单复连一下 今天学到的 五个单字 跟时间赛跑 Race against time Race against time 与时光逆行 Get back to the real you Get back to the real you 行李 Baggage Baggage 强风 Gust Gust 轰堂大笑 A gust of laughter A gust of laughter 学英文环境很重要 身旁越多人 一起学英文 你就会进步的越快 因为你就会有动力 有讨论跟练习的对象 而在台湾 想要打造学习环境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分享 听Bingo 学英文给亲友 一起SparkJoy 学英文 我们一起把台湾 变成世界之岛 这集先到这边哦 谢谢收听 我们很快 就会更新下一集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out